大家好 接着给大家聊聊这个 任志强这批人的大哥 他们的带头大哥 就是孟小苏 82年初 82年初 孟小苏已经有33了差不多 是吧他49年生人 596979 那就是32周岁 他刚毕业 那会人都晚文革给耽误了 北大毕业的高才生孟小苏 进入中宣部新闻局 这个中宣部就在府邮街南口往西 一个不大的楼里啊 我不知道新闻局在不在这啊 后来中央办公厅需要秘书 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胡启力 亲自来挑 高大挺拔 仪表非凡 且有一股的书卷气的孟小苏 被挑中了 胡启力 紫阳的人呀 是吧 温和派 那个相貌啊 那个气质还是有一股书卷气 一股儒雅气 给老百姓留的印象不错 但是呢 似乎 过于文气 然后软弱 最后有限度的和赵紫阳 拉开了距离 最后给降职了吧 最后 本来是政治局常委吧 给降到了电子工业部当部长 我见过胡启力的妹妹吧 叫胡启恒 是中国互联网协会的 秘书长或者会长之类的 做过一个关于中国互联网的一个讲座 在东城区 东四 干面胡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在那做的 一个讲座 好像那次讲座 还把谁请去了 我想想啊 就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大V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 叫李什么富 李开富 对对对 李开富也去了 然后有胡启恒 他们在一块做过一个讲座 我在那听过 然后听完讲座之后 好像 那个 有一个小伙子和他女朋友我跟他们聊起来了 小伙子说是国官毕业的 国际关系学院 那我说你现在是不是在安全局呀 仪表非凡啊 这个他被选中了 其实好像当初选这孟小苏的时候 还有一点小小的争议 因为他爷爷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 那当然了他父亲是共产党的军官 最后好像因为当时已经80年代了 82年 还是相对来说 意识形态 没有那么的强烈了 最后好像 胡启力拍板还是要他了 他33岁 来到中办 被直接分配给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万里同志当秘书 万里也是党内 公认的 开明派 是吧 当时他和紫阳 一个是四川的书记 一个是安徽的书记 要吃米 找万里 要吃粮 找紫阳 万里好像 担任过文革后期的 铁道部的部长 当时 铁道部也是 两派 造反派互相夺权 全国铁路动脉大瘫痪 万里好像他去了之后 把铁道部好像整顿了一下 还整顿的还是不错 此后七年半啊 他一直跟随在万里 这位堪称是 中国改革开放先锋 与闯将 的 国家领导人身边 目睹并经历了那个时代 中央一系列经济问题 重大决策 制定出台的过程 在中南海那段日子里 孟小苏广泛接触 工业 农业 科技 文化 政治 外交 等各方面的工作 参与一些重要文件的 起草和修改 得到前所未有的锻炼和提高 也深受中央领导同志 高峰 量节 风范的影响 这都是套话 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更加成熟了 后来征得万里的同意 他于1988年 应该是在职研究生 是吧 他干了七年半 82年开始的 那么应该干到了 90年左右 那他88年他再度考入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 成为著名经济学家 李以宁 肖卓基 刘芳裕 的 在职研究生 看来他有三位导师啊 他是在职研究生 攻读硕士期间 和孟小苏同时 拜入 这几位教授门下的 还有两位同学 这两位同学不是一般人啊 一位是现任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一位 是现任 国家副主席的李源潮 这个文章是前几年的 现在李克强还在位 李源潮已经退了 李源潮本来有人 前几年一直传他又出事 说某一个富商 某一个富商给李源潮在上海 买了一套豪宅 当然是传说啊没得到证实 最后他平安落地了 前几年好像 同学聚会什么的李源潮 他大学同学吧 还是高中同学 好像是江苏那边的 他的老乡那些同学 李源潮也出现了 李源潮也是红二代 李源潮的父亲 叫李干成 原来也是 华东的是新四军的 还是华东局的 反正也是老干部 应该是新四军那边的 李克强 目前没有得到消息 李克强应该是老百姓家的孩子 平民子弟 一点一点混 一点一点熬上去的 做毕业论文时 孟小苏的论文题目是 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问题 李克强的 毕业论文题目是 农业 农村工业化 农号 结构转换中的选择 李源潮的毕业论文题目是 企业集团的 发展路径 孟小苏这篇论文 是他在国务院亲历 经济改革决策的 积累之作 1991年7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现在这个机构没人提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前些年这个机构 特别的火 现在好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应该是在 朝阳门内大街 马路北 原来外交部那个院里 好像是在那 将这篇主张 坚持改革的 市场取向的论文 发表在管理世界杂志上 其实这个坚持改革呀 这个改革其实最简单 改革就叫放权 其实改革之前呢 就叫 收权 索权 必权 事实上这都是普通老百姓 每一个个人每一家公司 应该拥有的权利 只不过是改革开放之前 应该给你 而没给你 是吧 所以有人说邓小平是 总 总设计师改革开放的 实际上它叫总许可施 就是同意了 你们去干吧 给你们点个头 不拦着了 不再限制你们 不再控制你们 事实上就是由原来的 no变成yes 也并不是他们替你挣的钱 而是他允许你自谋职业了 对不对 他只是允许你自己去挣钱去吧 至于你是赔了是挣了 他管不着了 对吧 就这么点事 毛时代 毛时代是控制 所有的就业机会 对农村来说不允许离开农村 不允许离开你所在的村庄 对吧 对城市人来说 你离开了公家单位 你就得饿死 他是控制你的就业机会 是吧有人说毛时代公平 说医疗啊什么教育都免费 但是那个医疗教育的所谓的免费 包括某种程度上的住房 是条件非常差的那种情况下 所谓的免费 缺医少药 对吧 缺食少穿 是那种状态下 所以有的人呢就觉得那个时代公平 想回到那个时代 那是不可能的 首先你也回不去 而且真是你回去了 你会发现你吃不上喝不上 对不对 然后引发了啊 对市场取向改革的一场激烈争论 当年年底 邓小平同志踏上了南巡的路程 91年年底 91年年底 邓小平是被迫南巡的 他说的话在北京没人听了 因为呢 邓小平在八大佬也好 在开国元勋也好 在这批老革命这圈里 邓小平 当时是受到攻击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邓小平选的两个接班人 或者叫两个得力助手 一个胡耀邦一个赵紫阳 最后等于都是被迫下台的 所以党内的保守派 就是比邓小平看起来更加保守的那一派 对邓小平可以说是 抓着武器了 抓着弹药了 这个攻击 你两次看人看不准 事实上第3次的江泽民 上台之后 江泽民就跟 陈云呀 这个 什么邓丽群呀 啊什么这个这个 李先念呀 跟这些人走得特别近 他不想实行 这个邓的那个路线 邓就是在政治上绝不让步 经济上 绝对开放 绝对要走一条新路 他是通过这个方式 是叫什么叫经左正右 经济 啊 叫经右吧 经右正左 经济是右 是自由 是吧 政治 是不开放 他走这条路 所以 当时邓小平在北京已经是有点 不太 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了 或者说 对立派别的反弹力度非常大 后来是在杨尚昆 杨氏兄弟代表军队支持邓 然后92年年初 发表的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确立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当时 李宁 李宁就是他们的导师啊 把孟小苏 李源潮 李克强 三位学生的硕士论文 整理成了一本书 定名叫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 李宁写的后继题目是 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对吧 这就是大势所趋啊 对吧 如今16年过去了 他说的是92年啊 那这文章可能08年啊 师生四人 当年的预期都被证明是正确的 已经变成国家 正在进行的实践 孟小苏不无自豪的说 那08年啊 如果是08年的 那个孟小苏还正是他的权力的 影响力的巅峰 也正是中国的房地产经济 房地产经济作为这个经济的主引擎 是吧 占GDP的百分之五六十 这个产业链非常长 涉及的行业非常多 正是房地产大兴土木的时候 在中南海的近八年的时光是孟小苏 最忙碌的日子 他告诉记者 他几乎从未真正的休息过 即使是妻子生小孩的时候 那他妻子生小孩 那他是我看啊 哪年来的中南海 是82年吗 82年 82年到90年左右啊 那么他的孩子应该就是82年到90年出生的 那他的孩子 如果是82年的 那今年是38 如果是90年的 那今年是30 那他的孩子大概就是 30多岁 那孟小苏是49年的 今年都71了 71 那孩子30多 那他要孩子挺晚的 他给耽误了 那个文化大革命啊 就完全是一种禁欲主义 是吧 这个底层民众 结婚呀 成家呀 谈恋爱搞得像非常非常困难 然后他妻子生小孩 他都不在医院 当时跟医院电话联系不方便 还是第二天妻子的同事 打公用电话 啊 我们小的时候谁家有电话也太少了 是吧 打公用电话告诉他这一消息的 记者发现啊 孟小苏谈起他的妻子 什么什么的 深情啊 满含深情 然后还说很多人都家庭重组了 就是一混好了 北京话就混整了 或者叫混壮了 一混壮了就离婚 换媳妇啊 他没换啊 他还是比较那什么的 好像任志强也没换媳妇啊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换媳妇 然后潘石屹是天水 甘肃天水老家的媳妇 实在是不行 才换的张鑫是吧 这个赵本山啊 他们都换媳妇了 91年的1月 孟小苏走出了 在旁人看来 有着极许神秘的中南海 调任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副局长 对这个就这个就对了啊 商检局的 一年半以后 孟小苏被调往中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就是中房集团 我的客户吗 担任总经理 对于他来说 从商是一块充满基于挑战的新奇的热土 在此之前 孟小苏的仕途的历程和理论的基础 军位与房地产发生直接关系 他本人当时也没意识到 正是这一次工作的变动 再加上以往的阅历和知识储备 使他不仅当上了中字头啊 中字头就是中国什么什么公司 这都是大公司啊 中国华润 中国南光 中国光大 中国中信 是吧 这都是牛的单位啊 中字头 房地产国企的掌门人 而且成为中国房地产业界 屈指可数的权威理论家 和一系列 房地产理论与政策的提出者 你看理论和政策的提出者 他就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 对吧 他后边的大领导是万里啊 万里我想想啊 好像当过铁道部部长 好像也当过建设部的部长 后来有一个叫汪光涛的 应该是汪道涵的儿子 也担任过建设部部长 从哈尔滨调来的 从汽车工人到北大的博士 从中南海到中房集团 孟小苏在商海中 拼搏了16个年头 可他却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商人 对吧 因为在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 商人的地位并不高 所以他还是认为自己是个官 是个官员 他说我是国家雇员 是无产者 我是给国家打工的啊 是国企 他说我是无产阶级 无产者 这话说的有点虚伪啊 你去查吧 他的资产没有几个亿是下不来的 对不对 至少五六个亿 我有不少下属员工是有股份的 我没有 因为我对他们实行经营者持股了 而上级对我没有实行同样的政策 他是上级派来的 可能叫所谓的中管干部 就是中央中央管的干部 他可能归中组部某一个局管 是吧 中组部企业局之类的哈 可能有这个局吧 嗯 其实这个是给自己唱高调就没意思了哈 可是他在中国混还必须唱高调 说点假话 就像当年的军委副主席徐才后 徐才后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连结 然后徐才后的前任是俞永波 俞永波提拔的徐才后 他们俩是老乡 都是辽宁瓦房店人 瓦房店原来叫富县 金海富盖 金州区金县海城 富县盖县叫盖州区 金海富盖 他们都是大连营口这一带的辽东半岛的人 他们俩绝对老乡 其实在中国老乡的概念 互相提拔非常的多 贺龙是湖南人 他老婆薛明河北霸县 现在叫霸州 所以贺龙当国家体委主任的时候 他选的副主任容高堂 就是河北霸县人 都是这样的 他说我在工厂的时候 就入了党 一直受党的教育 哎呀 这又是这么虚伪 是吧 然后他积极研究产业发展理论 他提出的房地产周期性发展理论 得到了业界的普遍认可 房地产周期理论 是吧 房地产也有高峰 有低谷 是吧 有上升 有下跌 是吧 周期论吗 他还研究发明了一个叫中房指数 就他是中房集团 中房指数 已经连续发布了13年 成为观察行业发展的重要景气指数 由中房指数系统发展起来的搜访网 搜访网我知道 搜访网有一年还采访过我呢 2009年的元旦在那个新京报举行的这个社区自治 论坛上面搜访网采访过我 我现在才明白了搜访网 是孟小苏他们的中房集团 是他们搞的 还让我好像元旦还要给这些什么观众网络观众拜个年说点什么吉祥话好像是 我跟那个陈凤山那个朝阳区那个柏子湾家园 那个柏子湾家园大概是北京最大的这个叫什么经济试用房小区 4000户 3200户是经济试用房 800户是海关的什么这些单位的分的房 他在那搞业委会吗 好像我们俩 一块接受采访 陈凤山比我大两岁左右 陈凤山对媒体他原来是记者 他那次很明显的特别的愿意跟媒体打交道 然后还找人的新京报的主编 当时是个女的 要还要再跟人多交流什么的 好像当时我的兴趣就没有他那么高那么大 现在搜访网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 华人房地产的门户网站 孟小苏他多年在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工作 以及对经济发展现实情况的深入了解 还多次向国家提出政策建议 他是最早提出在中国发展住房抵押贷款和抵押贷款保险的专家之一 被采纳后在中国得到迅速的发展 不仅有效改善了银行的资产质量 而且推动了居民新的消费热点的形成 他把这个资金给盘活了 他很聪明 他也是为了卖房 一个他中房集团卖 一个他那些兄弟们 任志强 潘石屹 那些大的房产商 他也给他们解套 他利用他在高层的人脉 是吧 还有他的学养啊 这些学历经历 挺棒的啊 这孟小苏还可以 是吧 他所提出的将房地产业列为中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建议 很快为国家所采纳 是吧 有人说中国没有高科技产业 芯片造不出来 真正的大飞机造不出来 是吧 航空母舰也勉勉强强吧 而且比人家落后了好几十年 都是航母 人家是核动力的 你是常规动力的 而且那个飞机起降 那个甲板 是吧 那个甲板的方式 你也比人家落后 还是延续苏式的 中国在科技上确实很落后 然后中国的经济就叫拆房经济啊 房地产经济啊 是吧 这个2011年11月5号吧 凤凰卫视采访这个孟小苏啊 任志强啊 什么贾康啊 这批人 那个还有何志成 农业银行的总经济师还是总会计师啊 那次我也发言了 是吧 然后前两天 昨天别的朋友就我的订阅者 我的良师益友 看我节目还把我那段搜到了 是吧 有两三段我发言的 基本上当时我对中国的经济 房地产 中国社会有很多的认识 我觉得还算是透彻吧 我已经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本质了 然后国务院的文件明确说房地产业是中国新的经济发展之时期的重要的支柱产业啊 孟小苏吧 孟小苏吧 他就是一个 代表政府 同时 他代表 权贵 代表着 房地产业的大亨 那些巨型的 有超实力的那些房地产公司的 利益的代言人吧 好吧 就聊到这啊 谢谢大家 现在是 已经 7月26号了 凌晨了 7月26号 那个 北京时间 北京时间加6吧 北京时间早上6点了 该起来吃早点了 去馄饨猴啊 吃馄饨 是吧 这个 或者来碗这个八宝粥 啊 或者来碗豆腐脑 是吧 来个烧饼 来点那个咸菜 咸菜丝 是吧 或者是 叫什么 有一种熟的咸菜啊 萝卜条吧 是吧 然后呢 还有什么可吃的呢 现在庆丰包子已经质量不行了 这臭大街了 是吧 别吃庆丰包子了 是吧 不灵了 然后我们应该 吃点什么呢 是吧 嗯 我在北京的时候经常去护国寺小吃吃早点 虽然质量有所 有所退步吧 还能吃 护国寺小吃啊 还有一个叫太熟悉 太熟悉 嗯 有的时候到那个梅州东坡 他也有早点 梅州东坡 要比太熟悉贵一倍 相当的贵 好吧 谢谢大家了啊 不跟大家那个扯了 那个 请大家订阅 然后点赞 转发 拜托大家 那个 这套科还得唠啊 跟大家好好的唠 好好的聊 谢谢这么多朋友捧场啊 真心感谢 非常感谢 好好的 好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